每天少赚几百,生活多汁又多彩 哈喽兄弟们 今天我们出来帮个忙 干一个举手自老的活 我们拖着挖机从三个工地回来的路上 被村民拦下来说干一点活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帮他干活 最后一了解才知道啊 他是这个村的队长 干的这个活呀跟他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了解情况之后 然后就把挖机靠在这个路边上 把拖车开到比较宽的地方去 因为我们刚开始下挖机的时候 来了一个小车 我们先把这个小车先让过去 我们把车子让过去之后 然后啊就让我们在这里 我先挖一个坑 挖坑要么就是摘树 要么就是摘垫杆 老铁们你们猜一猜 今天我们来摘个什么 我们把坑挖好之后 就把挖机转过来 就在前面几米的位置 现在他们人工在绑绳子 就是叼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根太阳能路灯 由于最近雨水比较多 把这个路灯下面的基座冲垮了 现在这个路灯就已经偏了 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 而且边上啊 树枝也比较多 这个路灯呢 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今天我们刚好拖着挖机 跟这里经过 然后就把我们拦下来 让我们帮他叼一下 在叼这个路灯的时候 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绳子 老铁们你们看一下 这个绳子实在是太细了 生怕叼的时候 这个绳子断掉 然后路灯倒下来 路灯可能会砸坏 而且啊 有可能会砸到挖机 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啊 走得特别慢 生怕一走动啊 一闪 然后就把这个绳子搞断了 好在啊 我们慢慢的过来 这个绳子啊 没有搞断 安全的把这个路灯 放在这个坑里面 把这个路灯放在坑里面之后 我们再把边上这个图回一点 回完了之后 再用斗背给他拍一拍 这个火 从下拖车到上拖车 也就十来分钟 如果我们单独跑一趟啊 多少会收一点钱 由于今天我们是路过 就没有收钱 顺便呢 也几个善缘 虽然上个东家坑了我 套路了我 但是我始终相信 善恋的人生意都不会差 日行一散 甚至日进抖金 就像这种地图 这种地图 你就像那样的地图